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月2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1月19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提到了 其他国家确认的COVID-19新毒株正在不断升级的情况 警告所有加拿大人不要旅行 因为联邦政府的旅行规定可能会很快就会改变 特鲁多用法语说 恳求那些预定酒店和航班的人们赶紧取消旅行计划 他说 考虑到感染病毒或滞留海外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 度假是不值得的 请大家待在家里 特鲁多说 联邦政府正在密切关注有关新毒株的最新科学信息 比如来自英国和巴西的新毒株 因此 政府官员可能会在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 突然施加新的旅行限制 特鲁多承认到 人们有权利去旅行 但是他接着说 政府也有能力对危害他人健康的人出以罚款 上周 当被记者问及政府是否会考虑禁止国际旅行时 特鲁多回答说 我们的措施已经非常强力 但我们一直都对加强必要的措施持开放态度 我们一直在观察着世界各地有效的各种措施 他还说过 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加拿大人 包括必要时考虑禁止某些国际航班 最终决定必须遵从公共卫生指导 同时 魁北克省省长乐高也在19日新闻发布会上 呼吁加拿大联邦政府禁止所有不必要的国际航班 省长乐高说 他已经与总理特鲁多和联邦政府进行了私下谈话 讨论关于禁止国际航班 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乐高还说 我不想再经历一次去年3月份春假后的结果 我依然不明白 鉴于魁省目前的疫情 医疗系统的超负荷 为什么还有人决定去多米尼加的彭塔卡纳或墨西哥的坎昆享受全包假期 乐高表示 他乐意参与讨论哪些航班是必要的 哪些不是 我很清楚那些去南边享受全包度假的人 这种是不必要的 魁省政府很担心来自英国 巴西和南非的新毒株 如果我们之中有人在国外遇到了其他国家的人 那么把这些新毒株带回家的可能性就会倍增 省长乐高的新闻一出后 关键词彭塔卡纳已经登上了推特加拿大本地的热搜榜 令人惊讶的是 有许多人都想去彭塔卡纳度假去享受夏天 有人甚至已经计划好了 本周末就去 目前 加拿大联邦政府建议不要进行任何不必要的旅行 但是这由加拿大人自己决定 当前没有生效任何彻底的禁令 加拿大的航空公司和旅游公司也继续提供着度假套餐和航班优惠 每天都有从加拿大出发的航班 自2020年3月中旬以来 加拿大对入境加拿大实行了限制 并且对所有国际旅客实施了14天的强制隔离措施 1月7日 加拿大实施了新的旅行规定 要求回国旅客在登机之前出示COVID-19阴性检测结果 根据隔离法 违反加拿大任何国际旅行筛查和自我隔离要求的人 可能会被起诉 最高可被判处6个月的监禁 或最高7.5万加币的罚款 近日 美国发生了一起令人扼腕的谋杀及自杀案 一位父亲在家中开枪杀死亲生儿子后自杀 据称凶手生前是反疫苗者 并称政府通过接种新冠疫苗对民众进行精神控制 据《每日邮报》报道 49岁的史蒂芬·奥洛克林和9岁的儿子皮尔斯的遗体 在其位于旧金山滨海区的公寓内被发现 奥洛克林生前是美国投资管理公司Local Funds的区域副总裁 他41岁的华裔前妻莱斯利则刚刚升任集装箱供应商 Waterfront Global的副行政总裁 此前两人为争夺儿子的抚养权进行了长达5年的诉讼 听证会原定于3月举行 事发当日 莱斯利被儿子就读的学校Convert and Sturhole告知 皮尔斯没有到学校上课 他赶去前夫和儿子的住处查看 无人应答 立刻报警 警方到达后在住所内发现了奥洛克林和皮尔斯的尸体 随后以自杀和谋杀立案调查 据莱斯利称 奥洛克林生前极度反对接种疫苗 更拒绝为儿子注射任何疫苗 他认为 美国政府利用疫苗接种对国民进行精神控制 两人在儿子的健康医疗方面产生巨大分歧 于是于2016年离婚 离婚后 莱斯利同年向法院申请对儿子皮尔斯的唯一监护权 莱斯利的代理律师Loreal表示 奥洛克林患有精神疾病令他对接种疫苗很反感 并且对儿子的健康问题很偏执 儿子从小就为奥洛克林禁止接种疫苗 他声称儿子婴儿时期注射疫苗后曾出现严重副作用 包括呕吐和体重急剧下降等症状 前妻莱斯利对此进行反驳 称没有证据表明儿子曾遭遇过疫苗接种后的副作用 莱斯利称医生曾强烈建议为儿子接种疫苗 形容奥洛克林对疫苗的态度有如邪教一样 他曾经为了记录儿子鼻塞状况 每天多次录制呼吸 行为举止似一个偏执狂 根据去年9月法庭记录 奥洛克林于2012年加入了一个名为新纪元的组织 并坚信美国政府正在接种的新冠疫苗 亦是对国民进行精神和心理控制 截至离婚前 他已向该组织支付了数千美元 但奥洛克林的律师否认当事人是反疫苗家长 他指出对于一般儿童而言 接种疫苗比不接种有利 但皮尔斯的情况是例外的 就在尸体被发现前一天 奥洛克林终于同意为儿子皮尔斯接种疫苗 但他最终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来结束一切 酿造了这起悲剧 现在莱斯利的精神已经面临崩溃 他的律师Loreal表示 奥洛克林以最终的暴力行为 惩罚了孩子的母亲 我相信她的余生将在痛苦中度过 据悉 2015年6月30日 加利福尼亚州长布朗签署了一项法案 更改了该州的免疫法 新法律规定 不再允许任何公立或私立学校 以及儿童托管机构的学生父母或监护人 因个人信仰问题而免除对限虚疫苗的接种 该法律于2016年1月1日生效 1月17日 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称 消费者持该行信用卡 不得在境外房地产类商户进行外币结算交易 具体内容为 1、农业银行的信用卡在房地产类商户的外币交易 单笔金额 日累计金额不得超过2300美元 月累计金额 季度累计金额 半年累计金额不得超过7700美元 2、农业银行信用卡不得在房地产类商户进行外币交易 由此可看出 农业银行的新规直接封杀了 用信用卡海外买房的可能性 而在上述规则出台前 黄三水如果持有中国农业银行的信用卡 信用额度为50万元人民币 那么黄三水理论上可以在加拿大开发商刷出首付 然后利用中国的收入证明 在加拿大的部分商业银行取得贷款 这么做对持卡人有两个好处 1、相当于借了国内的银行的钱买了国外的房产 2、变相突破了每人每年5万美元外汇兑换额度的限制 黄三水表示 对于一些国内的高净值新移民来说 在市场监管不宽松的时候 用几张甚至一张中国信用卡 足够刷出一套加拿大豪宅的首付 但从2018年开始 中国银联就明确公告 严禁境内发行的银联卡 开展跨境投资类交易 包括跨境购买房产 2018年时 由于中国还有大量银联万事达 或者银联VISA的双币信用卡存在 所以一张中国信用卡是不是能在境外买房 主要取决于银行的政策 到2020年6月 银保监会下发 《关于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 回头看工作的通知》中 提到了银行信用卡业务资金用途管控不利 违规流向非消费领域的问题 同年稍晚的时候 银保监会消保局又联合发布了 关于合理使用信用卡的消费提示 指出信用卡的主要作用是满足金融消费者日常高频小额的消费需求 如果将信用卡借款玫瑰用于房地产 证券 基金 理财等非消费领域 放大资金杠杆 意导致个人或家庭财务不可持续 会承担相应后果 也会招致金融机构风险积累 根据公开报道 在2020年9月以来 邮政储蓄银行 招商银行等国内银行 都先后宣布信用卡 透支资金 不可用于生产经营 投资等非消费领域 包括但不限于房地产 证券投资 理财 其他禁止性领域等 但像中国农业银行这样 非常具体的对境外房地产类商户消费金额 具体到几块几毛钱的限制还是首次 国内媒体指出 农业银行的公告只是个开头 从监管层的要求看 可以判断未来中国的所有商业银行 都可能出台类似于农业银行的规定 或许有一天任何中国发行的银行卡 都不能在境外直接购买房产了 从政策走势看 监管部门的目标就是 切断境内境外非正常渠道的资金转移 同时严格控制资金出境购买海外房产 由于成本问题 BC省正在逐步取消两款便于进入美国的身份证明文件 按照现行的规定 民众持有加强版驾照EDL和加强版身份证EIC 就可以有效代替护照通过陆路和水路入境美国 但不能用于航空旅行 不过 由于负责相关项目的卑视保险公司ICBC 因疫情削减了多项服务 从去年3月起就不再提供这两种证件的办理服务 现在BC省公共安全和法务厅通过一份声明表示 由于其他旅行证件的成本效益更高 具有更长的时效并可用于航空旅行 因此决定逐步取消EDL和EIC 登局并指出 加拿大政府已经简化了护照的申请程序 并提供10年有效期的护照选项 加上快速通过的Nexus Car的普及 都便利于民众进入美国境内 按计划 EDL和EIC将在2025年9月前 及5年内逐步淘汰 同样计划淘汰类似证件的 还有魁省和棉省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